星星 最后一名队员已经完成简陆 今天还有一个精彩看点就是 夜邱大神启用了新账号 君莫效 并且呢 选择了散人的职业 没错 散人职业等于没有职业 唯一依靠的就是他手中的自制武器 千基伞 是的 这把伞可根据荣耀全副二十四职业 二十剂以下全部一百二十个 转职前的低阶技能 做出相应的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无冷却的变换 各种形态 力弊皆明显使用难度极大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夜邱大神 如何玩转全职高手 老师赛第一场 星星对战微草的比赛 马上开始 星星战队的队员能否顺利到达终点 取得开门红 比赛开始 星星队员在君莫效的带领下 抱团向前推进 而目前星星全员完成百分之三的进度 不知道微草会怎样安排完结的战术呢 我想呢按照微草的风格 一定会由队长王杰西 带领队员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做埋伏 空之林地图那数目繁多 非常适合伏击 星星目前进入非常顺利 暂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乱射 飞草果然在埋伏 神枪手率先开始攻击 熔岩升平 浮稳紧追其后 通过技能限制星星队员走位 微草抢到了很好的先手 星星局面很多乐观 这样会严重耽误他们的进度 王队的血量也在之间被消耗 星星反击了 在这样的局面下 星星只能反戴 整个局面 偷袭成功 火仿弹 不愧是魔术师 在被偷袭的情况下 还能反抗 是让我们看到 一侧灰震在调整自己的战备 场面稳住了 双方陷入僵持 飞草将星星包围 但没有急于展开 下一轮进攻 场面对星星不利 哎呀 星星如果在这里被拖住 会严重影响进度啊 而且血量上 星星并没有优势 我们被包围了 目前星星全员 进度百分之二十五 威草的队员在寻找机会 对星星展开下一轮进攻 拥有两个魔道学者的 威草队机动性强 如果星星被牵制住 将很难脱身 只有脱出两个魔道学者 我们才能走到终点 我 我能做到吗 我来拖住他 霓凡 你一个人没事吧 放心 没问题 我们看到星星留下 引进回蚁人 其他队员开始跑毒了 漂亮 宜村威竟然在树上 释放鬼阵 非常有想法的一名选手 见了来人的资助 太有创意了 宜村威对王不流星的 线索非常有效 树上的鬼阵 很好地打断了 王不流星的节奏 威草省通过控制血量 来阻挡星星队员 目前韩晏柔和包子 如清飞套马的敌霸 血量在凤凰下降 星星的治疗该出场了 结果向在队形 最后排包队友更厚 漂亮的闪避 这个时候需要 星星的治疗室 尽快帮助队友 清除抵霸法 帮助其受减速的抵霸法 被技能命中 那小手冰冷他在干什么 在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似乎并不在状态 跃脏的队员 还在紧追不舍 不断用技能干扰星星 星传血危险了 小手并将并留防御队友 持续挺棒的 他作为新人的安慰意 或许是第一次上场比赛 没有可能有些紧张吧 他并未有看清场上的局势 那么星星的这个短板 就有些明显了 这样下去有可能会因为 治疗室的失误 丧送掉第一场比赛 您先走 军梦笑回头了 他想帮助队友 拦住微层的四名选手 军梦笑回头了 帮助队友和韩业柔 还在冲刺 但血量已经非常少了 小手并两应该站出来了 安乐意 请抵霸服呀 快去算啊 终于小手并两出手了 解掉抵霸 星星将由两名选手 成功完成结组 什么 竟然无效 倒下了 韩业柔和帮助队友 因为血量精灵 双伤倒在的终点之间 太可惜了 哎呀 星星的精度 从百分之九十五 退回到百分之八十 这星星的治疗案 太选了吧 从能出现 人数兵性的失误 看来 连驱散技能都能弄歪啊 对不起 没关系 给我加钱就行了 金梦笑还没有放进 他在奋力反击 없이 坤梦笑也要被带走 只剩下一丝雪皮了 那 你可 这行星射线躲不开了 漂亮的加血 君莫小含着百分之一气 并没有阵亡 最后一击 待会没血 又是一空来君莫小回到百分之十 非常关键的加血 继续攻击 圣炎回复这个技能运动得漂亮 君莫小含着血量再次回到百分之十 这是现在 小手冰凉的加血准够非常好 技能释放实际也相当的准确 那么这样职业技能的加血手法 和刚才的青菜相比反差也太大 这一数干得漂亮 此时我有点明白 小手冰凉最余星星的价值 干得不错 这波操作可以啊 准备 准备 先杀治疗室 我们看到威草放目标了 由于治疗的威胁太大 只能优先击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